接着我们进行单元6 氧化还原反应 我是新北高中中小兰老师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这个单元6的学习重点 第一个是说明 狭义跟广义氧化还原的定义跟基本观念 第二个则是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氧化剂与还原剂 再来谈到实力说明 刚刚的氧化剂跟还原剂 谁是强的谁是弱的 所以我们要区别强氧化剂 强还原剂 还有弱氧化剂弱还原剂 最后我们介绍一个电解实验 就是电解紫色高丽菜脂 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里面了解 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 也就是谁得电子谁是电子 还有最后我们进行到是范例练习 第一个我们先谈狭义跟广义的氧化还原 因为国中也有谈氧化还原 不过在国中的课本里面的氧化还原 它是一个物质得失氧的反应 氧化反应则是譬如说 链变成氧化链的过程 链得到电子 链得到氧变成氧化链 所以它在氧化的过程中 因为它把对方给还原 它抢走对方的氧 让对方给还原 发生氧化反应的物种 本身为还原剂 那相对来讲 当链把二氧化碳中的氧抢走了 那二氧化碳就回归成原来的碳 我们称之为叫还原反应 但还原反应的过程中 因为二氧化碳提供了氧 让链去氧化 所以二氧化碳称之为叫氧化剂 讲简单一点 氧化反应者是使对方给还原 所以他是以他本身扮演的角色 使别人给怎么样称为剂 所以氧化反应者是还原剂 还原反应者是氧化剂 可是学到了电池反应 或者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们要谈的是一广义的氧化还原反应 这时候就不是谈得失氧 而是谈得失电子 那得失电子的过程当中来讲 某些物质失去电子 所以失去电子叫氧化 氧化者一样称为叫还原剂 那某些物质则是得电子还原成原来的情况 那称之为叫做氧化剂 本身是还原反应 当氧化为氧化铁时 同时也发生了电子转移的现象 铁从零价的金属变为正二价的铁离子 所以广义的氧化还原反应 就将氧化反应定义扩展为失去电子的反应 我们用新银电池的例子 或者是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铜失去电子变铜恶症 银症则得到电子变为银 所以在这个反应中 铜氧化称为还原剂 银症则是还原 称之为叫做氧化剂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狭义的是得失氧 广义的是得失电子 那我们要厘清 其实得失电子的反应 我们一定是比较广的 但氧化反应来讲的话 如果用得失氧 它是比较狭义的 我们可以说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反应中 有得失氧 它一定是氧化 但是有一些隐形反应里面 看不到氧的得失 但是仔细观察或仔细思考 里面有得失电子的 也是我们现在说的 广义的氧化还原反应 在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氧化剂跟还原剂 我们看到氧化剂 本身可以让别人氧化 自己还原的物质 举凡臭氧 双氧水 漂白水 过某酸钾 二个酸钾 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是 双氧水跟漂白水 然后在还原剂来讲 是在本身这个反应中 它自己本身是氧化 但是却变成是 帮助别人给还原 自己氧化 帮助别人给还原 像我们说的维生素C 二氧化硫 亚硫酸氢钾 亚硝酸钾 还有硫带硫酸钾 那这些例子我们后面还会再 进一步的强调说 它在哪一些生活中的 例子里面被用到 然后氧化还原反应的例子 像我们说的 市售的双氧水 我们常作为家庭的 触臭跟杀菌的作用 它就是把细菌给氧化 然后再来就是市售的 漂白水里面 因为主要是次氯酸钾我们可以去污 漂白衣物 还有杀菌 那臭氧的杀菌力也蛮强的 像我们有些国家里面自来水的除菌或者是消毒的过程就是用臭氧 然后流带流酸钾俗称海波是一种水质稳定剂 在养鱼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水中残余的鱼氧去除掉 就是要去除掉氯气 我们就用流带流酸钾就是海波 它是一个除氯剂 但本身来讲流带流酸钾是做还原剂 在我们看这个一个实验的反应里面 左边的图形是一个铜丝 放在无色的硝酸银溶液中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铜丝的表面附足了非常细利的银附足在上面 枕被溶液则从无色变成了蓝色 换言之从铜变成了铜二症 蓝色的溶液中产生出来铜二症看得出来 银症则变成了银附足在铜的表面 这个反应式来讲 其实看下面就铜跟银症反映成铜二症跟银 在这里铜本身是氧化 但是它是还原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反应总是从强的氧化剂 强的还原剂 反映到弱的氧化剂跟弱的还原剂 所以铜跟银症来讲是比较强的 而铜二症跟银来讲是比较弱的 我们再讲仔细一点 就铜要跟银去比 铜是比较强的还原剂 而银症跟铜二症去比 银症是比较强的氧化剂 我们一定要记得是铜类型的东西比 而不是铜跟铜二症去比 是铜跟银去比较 银症跟铜二症去比较 才能知道左边如果能够进行到右边的反应 左边的物质都是比较强的氧化剂 或者是比较强的还原剂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常见的反应 我们常常国中会背所谓的活性表 什么甲钠 钙 铃 铝 炭 铅 铁 铁 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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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 越左边是一个活性比较大的 我们称之为叫还原力比较大的 反过来越右边是活性比较小的金属 它是一个比较弱的还原剂 那活性大的可以把活性小的置换出来 所以当我们把钙啊 钠啊 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跟冷水反应产生氢气 然后我们可以说鑫还有铁放在锡盐酸里面 也可以把锡盐酸的氢症还原成氢气 这些都是氧化还原反应之一 这里也可以说明鑫的活性比氢气大 才能把氢气给还原出来 所以如果能够发生反应 左边的反应物它的氧化力跟还原力是比较强的 也可以从这些反应里面得知 哪些金属的还原力比较强 比较容易氧化 就可以去比较出来 如果可行 就是左边的金属活性比较大 还原力比较强 那这是一个电解含食盐的紫色高丽菜脂的实验结果 一开始紫色高丽菜脂是紫色的 电解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两极慢慢渗出一些颜色的变化 而且两极有的时候会有气泡产生 那可以看到左边它那个是负极 右边的话是正极 负极就是接电池的负极 正极就是接电池的正极 当反应完之后 负极的部分慢慢从紫色变成了绿色 而正极慢慢从紫色变成了红色 而且两边是越来越颜色越深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是 电解到15分钟的时候 原本颜色比较深的竟然慢慢开始变浅了 我们要想到底发生什么事 理论上来讲产生越多的反应 颜色应该逐渐变深才对啊 那为什么会感觉起来到一段时间反而变浅 我们来解一个谜 这个解谜就是 因为一开始在电解的过程中 我们要用石墨铅笔心当成电极 我们要避免电极会发生反应 所以要用石墨作为电极 那观察到两极产生大量的气泡 负极产生的气泡更多于正极 负极的气泡产生数据比较快 后来发现它除了产生气泡之外 还变绿色了 所以它应该是有碱性物质 正极则是变成红色 那红色就代表酸性的物质 那石墨只是当作一个导电物质 并没有参与反应 电解5分钟之后 负极逐渐变成黄绿色 然后正极变成红色 所以代表着酸性跟碱性物质逐渐增加 可是电解15分钟之后 却慢慢的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 让两极的东西慢慢的变浅 我们就要考虑到 石岩中有什么样的离子呢 因为我们是电解含石岩的紫色高粒材质 石岩是必须要帮助导电 没有石岩它是没办法导电的 那这时候想到石岩中有纳针跟氯离子 然后又有次鼻的味道 我们可以间接的推论出来 或想得出来 原来是氯离子失去电子变成了氯气 所以之前产生的气泡其实是氧气 后来慢慢产生次鼻的味道是氯气 而氯会让我们的颜色来讲 它本来就是有一点漂白的作用 它漂白作用 不过主要是因为氯气遇到负极来的氢氧根 转变成了次氯酸根 也就是漂白水的主要成分 这漂白水的主要成分 再让两极本来比较深的颜色慢慢的淡化了 所以这样子的反应是比较复杂的反应 如果我们把石岩改成硝酸钾 就会看不到电解15分钟的时候 颜色变淡这种情况 所以有时候用不同的东音作为电解值 会看到不一样的现象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现象的时候 一定要追根究底去想想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不要只是看到现象就接受它 一定要理解中间发生了 到底是得电子还是失电子 那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 可以去仔细的思考 所以我们这一节只是先讲一下 紫色高麗猜色的变化 还蛮好玩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的范例练习 下列哪些反应是氧化还原反应 首先我们把有一些反应先删除掉 像酸碱反应就不是氧化还原 沉淀反应一般也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珠、伊都是一般所谓的酸碱反应 然后A是次氯酸 它又产生氯气 B则是由二氧化氧水产生了氧气 还有我们说的葡萄糖 C则是从氯跟氢氧化那反应 产生了钠离子跟另外一个化合物 所以A、B、C三个反应 同学可以记住 如果一个反应从化物变成元素 或者是从元素变成了化物 中间都有牵扯到电子的得失 所以如果你看到或观察到 反应中有从化物变成元素 元素变成化物 一般判定它就是氧化还原反应 那如果你看到它是酸碱中和 沉淀反应 或者一个大的化物 分解成两个小的化物 中间没有牵扯到电子的转移的时候 你就可以判定它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今天的结果就是A、B三个 因为有从化物变元素 或者是从元素变化物 它是氧化还原反应 然后珠跟伊是酸碱中和 或沉淀反应的时候 它就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那这一节来讲我们学会了什么东西是氧化还原的 狭义跟广义的定义 以及判断谁是氧化剂 还原剂 常见的例子 以及从反应师中判断 氧化剂跟还原剂的强弱 反应总是从强的氧化剂强的还原剂到弱的氧化剂弱的还原剂 最后我们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电解紫色高丽菜脂的实验 从现象中去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生活中无处不是化学反应 那这些化学反应牵扯到的过程是什么 本质是什么 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去想到哪些是结合分解 置换负分解反应 以及哪些是酸碱 沉淀跟氧化还原反应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统整 就常见化学反应的分类 左边来讲的话 有氢氧化钙跟二氧化硫的反应 以及氢跟铜离子的反应 氤离子跟点离子的反应 跟硝酸跟氢氧化钾的反应 我们回到我们前面学过的两大分类方法 有性质分的沉淀中和跟氧化还原 有粗略分解的用原子的多寡或改变的情况先结合分解 置换跟负分解 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 首先我们现在第一个 氢氧化钙是碱性的 二氧化硫是酸性的 氧硫酸钙是眼泪 所以大致上来讲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一定是综合反应 还有它是两个粒子变成一个更大的粒子 是结合反应 第二个 绿色的部分 心加铜二症 很明显看到有电子的转移 它一定是氧化还原 但因为它有把铜给置换出来 它也是置换反应 第三个白色的部分来讲 可以看到点化钙的沉淀 所以明显它是沉淀反应 因为它有分解到 氢二症跟硝酸钙要先分开的这个东西 点症跟点负跟甲离子也要先分开的情况 所以它有所谓的负分解反应的 但我们的负分解来讲 这是一个粗略的分类 正确讲法它应该比较是用性质说明它是沉淀反应 最后一个硝酸跟氢氧化钙是酸碱中和反应 那这里面也牵扯到氢离子跟硝酸钙要先分解 钾离子跟氢氧钙要先分解 所以它也可以称之为叫负分解反应 不过我们现在比较把紫红色这个东西 确定为性质是酸碱中和的反应 最后我们看一下参考资料 主要是来自于康熙的基础化学 有一些图片还有文字引用 还有我们要学会概念图的部分 以及刚刚说过家庭化学实验紫色魔法织 请大家可以参考这些东西去读得更详细一点 去针对化学反应的类型 以及化学反应的实质的一些反应的过程 去做一些复习跟理解